乌克兰士兵开着坦克车挺进南部战线 尼古拉耶夫与俄军进行激烈交火 大胡子士兵在前线不忘自嘲的说 没达到目标以前不刮胡子才能展现决心 但现在俄军攻势越来越猛烈 在乌东地区情况似乎对乌克兰不乐观 火车载满装甲士兵和武器 俄罗斯持续运送军火到前线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俄军在利西昌斯克南部 以及北敦那次河西岸都获得突破 双方在多个村庄激烈交火 让乌军防线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另外俄军控制乌军前往这两座城市的补给线 乌克兰面临马里乌波尔沦陷以来最惨的一周 乌军最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俄乌战争变成游击战 乌克兰就快撑不下去 美国再加码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再额外提供4.5亿美元的军援给乌克兰 就是希望能扭转俄军不断强攻乌冬的态势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